再进一步呢 忘其肝胆 以学耳目 那庄子在讲生命的时候 他说我们的心神灵魂啊 是借用一个不同的 此事我借用这个身体 我叫蔡碧明 那我出生之前呢 死亡之后呢 庄子说 你的真身 反其真 依然是存在的 那你此生的修为 当你外在世界慢慢不在意了 外面的纷纷扰扰 你越来越不会动心了 还有很重要的 因为你不再那么注意 感官世界的得失或福 因为身体越来越轻 好像脏腑的存在 你也遗忘了 遗忘到像什么呢 剁肢体 这三个字太重要了 我读庄子 接近十年 才发现 他跟太极拳的要求 完全一样 杨成甫杨太师 在教我的 太老师 郑曼清先生太极拳 每次看了拳套 不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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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老师怎么样 都不知道哪里不松 有一天晚上 他梦见了 梦见自己是一个 断了手臂的洋娃娃 第二天早上起来 再打拳 老师就没说他不松了 那这是个诀窍 所以有人做穴道导引问 好 蔡老师啊 我要收紧我的肚脐 也就是我的神雀穴 但我的官员穴会一起收 怎么办 我说你就忘了你有官员穴 你收紧每个穴道的时候 就好像整个世界 只剩这个穴道 要有那个专注 慢慢就可以办到 就越来越轻松了 然后渐渐你觉得 好像离开这个身体一样 会有这样的一种身体感 各位啊 以上讲的种种 都是在时间之流中进步的 可能我小学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 我的自然老师 给我提的毕业纪念册 我超不满意的 还给我写 不要驼背 这太糟糕了 留在我永恒的毕业纪念册 可是你读了庄子 能够让你知道 自己缺点的人 是最好的人 你可能本来不能竖起脊梁 你今天可以了 本来你重心分在两脚 虚实不分 你现在重心知道 放在一只脚了 你本来整个身体好沉重 你现在很清零 形如稿木 像干掉的木头 各位想知道什么叫干掉的木头 你把一颗柚子 拿到烘干机去烤 把水分的烘光了 再拿出来 轻得吓死人 就是那么轻 你再也没有 酸痛脏麻肿 僵硬之感 你觉得好放松 好清零啊 你本来练重训 你每次重训出来 觉得所有的肌肉都冲着血 你十指 感知四肢的存在 但你练太极拳 你最开心的是 你的手不见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 要特别说明 我左手刚骨折 不然 不会有那么明显的身体感 懂这意思吗 应该是比较清零的 就好像没有四肢一样 那你本来你的行神 是合一的呀 可是你静坐的时候 你想象你的身体越来越大 如果你跟我一样 练苦力亚优格的话 大到超越这个空间 包住这个城市 你就会觉得 好像行神是解体的 各位 这都是在时间之流 可以进步的 然后你会发现 原来心情的到位 需要四肢动体的参与和成全 各位你想想 如果你的在意 整天在在意 有没有原都以为精 有没有重心在意只脚 有没有全身放松 还是因为先要吹头发 就耸肩了 这边就僵硬了 如果你整天都还注意这个 你想身体放松到 轻松到不能再轻松 随时都想如此 你会很自然发现 你曾经很容易被点燃的 愤怒之火 焦急之火 烦乱之火 所有的火苗 好像都会因为身体纠结的 逐渐消失 而一一熄灭 我们刚说了 一个姿势的完成 当你在打太极拳骑士的时候 你是在什么样的心情下 去做手腕的六个变化 你的心情会影响你的姿势 你如果练拳 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一点 你什么念头都没有 然后忽然想到 昨天该叫灯 交了没有 铜板就掉了 就你的心是很重要的 在身体的姿势里面 我们的心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为什么用游心这两个字 因为逍遥游吗 如果你了解你的心 不是要来人间受折磨的 你是要来人间游玩的 那你才能战胜 你遇到所有苦难 好 待会我们会说为什么 尤其我觉得幸福感 虽然说我今天身体很轻松 但是去感觉这个轻松的 我们用传统的语言来讲 是心灵的感受 所以这个幸福是可以复制的 我们要拥有这样的心情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刚讲寻耳目内通 内通什么呀 这就看你自己的心 你今天念头多吗 所以我特别喜欢做菜 做菜的时候我就会看到一个 完全没有念头的自己 当然更没有负面情绪 那这是庄子这门学问 很重视的 它要我们保护的 跟一般人要保护的不一样 不是保护你的财产 保护你爱上的那个人 不要跑掉 是保护你的心 我们一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想飞上枝头 很少人在意安家归巢 我们的心都跑到外面去了 在网络世界 在虚拟世界 在未来世界游荡 可庄子要我们把心放回心上 你真的能够驾驭你的心 像玩一场电玩一样 你的心不会越外在世界的变化而板当 它不动的能力 宁定的能力特别强 你才能养你一己之气 才能润则一己 磅礴万物 当我们把心放在心上 我们的气血才会充沛 血充沛 热天才不会太热 气充沛 冷天才不会太冷 所以这跟你的身体健康 活在天理间的感受 都有非常密切的关联 我觉得庄子的学问 特别珍贵是 它居然在战国时代 那个儒家讲究孝顺 君臣之间不断讲忠君孝顺 在这样的时代 它居然叫我们孝顺 侍奉自己的心 能做到 不管你遇到多么不可奈何的状况 你的心安稳 什么叫安之若命啊 我们不太会因为 你的头发的颜色或者数量 然后就抱忧 狂喜 不会吧 我们觉得这就命啊 那如果你把所有惨淡的遭遇 都当成命运 这当成是对你心的试炼 就好像这个电丸 最后成败的关键就有你的心 那所有你的遭遇 都是要来看看你的心 能耐强不强 如果你能这样对待的话 那庄子说 这就是他认为的道德的极致啊 那既然庄子是那么在意心学的 我们就来看他怎么样游心 当然一开始我们的心不会像在游玩哦 我第一阶故意写的人间是一点 我们一共讲六阶 第一阶 你目视 你是在意外面的 听之于二 你是在意听别人怎么说你的 你有一些成见 因为你看那么多外在世界 那么在意外在世界 你就会你判断的对错 而这个判断的对错 你觉得你说了算 你很容易看到别人的过失 而不容易看到自己的过失 你的世界充满了 对错是非 谁对谁错 争论是非 这是第一个阶段 但是你把注意力看外面了 但是你太在意别人讲的话了 你没有去想 这个人已经给你讲了365天关怀的话 今天后来报了一天的出口 这不是很正常吗 你没有用心去体贴 你只听到那句出口 你就受不了了 甚至于因为你太在意外在世界 所以 会会然为世俗之理 观众人之耳目 你很在意 别人的耳朵 他想听什么 所以别人问你一句话 你想很多 你不敢直接说出来 你想的是怎么说 对方会高兴 怎么做 别人看了会开心 会顺眼 所以你过得很累 因为你在服劳役嘛 服别人的劳役 为了别人的想望而行事 所以你就像被寻挂在天底之间 你不是要今天那个人要瞪一眼 还是放烟火 给你拍拍手 所以你不是操控在自己手上的 你的心情是操控在别人的眼色 别人的嘴皮的 所以庄子用了好强烈的话来形容 甚至于他形容 那个造势者 是姚 是儒家思想 他说儒家已经用仁义 在你脸上形字 刺字涂抹 用是非对错割去你的鼻子 你一旦有成见 你的是非对错都你说了算 有点固执 你常容易看到别人的缺点 但自己以及自己同阵营的 都没有缺点 说死说活 要把黑的说成白的 非常的固执 未始出于非人 你从来没有超越 执着是非对错 这样的一个层次 对于活在这个 经验世界的我们 你自己或你身边的人 停留在这第一阶的人 那真的太多太多了 那我们今天要走上第二阶 我们就想要这样的刺字跟涂抹 能够修复 就像宋江要去当梁山坡的头儿 他曾经的情刺 当然要修补好 要整容 那鼻子被割掉 那当然要补回来 那要怎么补呢 其实庄子教我们的 你只要走出原来的习惯 那种很在意别人的习惯 你把那个在意收回来 向内 注意是不是原都有一斤了 注意走路的时候 重心是不是先在右脚 然后再踏出左脚 然后其他的身体 没有放松啊 还是坐的时候 这里靠这里靠 都僵硬了还不自知 你一旦开始注意这件事情 你会发现自己更灵活了 你大概很难想象 我脊椎侧弯 我非常开心于感受我的脊椎 它现在好像更放松了 或者我今天如果有遇到推拿师 他说你这边越来越松软 我就很高兴 他变成内在的自我 因为它会影响我的心气息 对内在的自我进退 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那你有这样的指标在 你就自己好像富裕一方 风光里面的桃花源 而这样的造进跟自由 是没有人能犯现你的 为什么没有人能犯现 你看到第六节一定会明白 好 那你要走出 刚刚我们知道可以补 可以席 这样的一种情赐的刑罚 你就算已经遭受了 你还是可以补救的 那怎么补救呢 我们要先踏出第二节 第二节是什么 是听之以兴 是陌若以明 是得其还中 是道书 这样你就不会落入 整天在讲对错 争论是非 这样的一个层次 那什么叫听之以兴呢 我们来复习一下 之前讲过的孔子的心斋 孔子讲的斋戒 不是叫你不吃荤 不吃五星的那一种 不是不喝酒 不吃荤那一种 他讲的不是嘴巴的斋戒 不是祭祀的斋戒 是心灵的斋戒 而心灵斋戒的第一步 无听之以耳 那要听什么呢 不要受感官影响 一听到什么话就火了 一看到什么就慌了 无听之以耳 那你的心要怎么样呢 而听之以兴 要用你的心去理解 去体谅 那我们马上要追问 怎么体谅 这个第二节 陌若以明 没有让你的内心光明 来得更好了 那怎么光明呢 叫里面不要塞 孟子讲的毛色 毛色子之心 你的心里 不要被什么塞住呢 不要被棚草塞住 庄子讲的棚草 有棚之心也服 那些棚草 这些毛草 就是成见 你对这个人 就是有不好的印象 你对这件事 就是有固定的看法 拿掉这样的成见 没有负面情绪 没有多余念律 照之于天 好像从更高的地方 看一件事 道家者流 盖出于史观 有时候从一个时间的纵轴 或是一个高度 看一件事 我们就不那么在意了 还中 我觉得这点太重要了 其实你面对一个人 你会难过 通常是你站在自己的立场 看自己 所以很难过 如果你能到 站在你跟他的中间 像一个轮子的轴心 你去体谅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觉得这样做好像也蛮应该的 就像门片的门轴一样 那你心里就容易过去了 因为容易体谅了嘛 这样的话 未始入于非人 你就不会落入 以是非判分人物 判分很多事情 整天花很多时间 用键盘 用内心的声音 在打圈 打擦 在批判这个外在世界 为什么 因为你珍惜你的时间 你要做耳目内通的功夫啊 好 第三阶来了 第二阶只是让导你的想法 到中正和平客观 你比较能体谅别人 第三阶 更高阶的 我为什么把它摆在第三阶 不是它比较容易 而是它非常重要 无听之以兴 我体谅别人不好吗 我想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现在不景气嘛 他难免会想十点小手段 节约用钱啊 那这样体谅不好吗 为什么无听之以兴呢 聪明不好吗 为什么要去之呢 因为有更重要的东西 我们要神明 我们要把注意力收回来 放在眉心 放在谈中 放在神阙 所以有些事情 你就不要把它摆在心上了 不可入于灵符 内保之 因为你是身体的内在 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要保护的东西 各位 所以它无听之以兴 心 不再随着你要体谅的对象 而服应着对方 打住了 你所有的聪明智巧 这些念头 废除了 秉退了 你也忘记了 你的这么多 可以与人争辩的志士 而外在世界 这是一个古人的好玩事件 你不再着迷了 你往内寻耳目内通 内通之后到哪里 这是个很重要的一站 骑神宁 你把你的注意力 放在你身上的一点 当然我是因为 曾经有一段 比较长的时间 练Kuriya Yoga 所以我习惯把 注意力放在眉心 在静坐的时候 但是在演讲的时候 如果我发现 我怎么 有点赤螺丝 像今天一开场的时候一样 那一定是我没有 把一点注意力 留在谈中 我在演讲的时候 不会放在眉心 放在眉心 会感觉不像 在跟这个人间的人说话 就会放在谈中 那你只要 有一点定力 注意力放在谈中 你是不容易出错的 因为你的心是更静定的 若医治 神宁 逍遥游庄子讲的神宁 就是人间是庄子讲的医治 把你的志 把你心之所知 摆在一个地方 那个地方我常用墙壁上一个铁钉来形容 就钉在那儿 钉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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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每天练习五分钟 你搭公车的时候 一上公车坐下来的时候 一在马桶坐下来的时候 你就拨一个五分钟的timers 然后你看把注意力放在眉心 谈中 还是神阙 你最不容易有念头 以后就把注意力放在那儿 但睡觉的时候 请注意 注意力要放在 官员 肚气以下四肢腹 你不要睡觉 把注意力放在眉心 或是 这个泥丸穴 百慧穴 不要 因为这样会容易 睡不着 精神太好 那如果你上课打开睡 赶快把注意力放在百慧 就不容易睡着 这是一点 小方法吧 若医治就是神宁 好 把注意力摆在印堂 谈中 或官员 你可能不止在这些地方 你是周行的 从官员 到这个持骨 到驱骨穴 到慧音 到背后的长墙 到命门 大追 丰府 百慧 回到印堂 可能是走一圈的 各位 这就是所谓的寻耳目内通 把在意收回来 一旦收回来 你所有的悲伤 慌乱 就会停止 第一圈不停 第二圈也会停 第二圈不停 第三圈也会停 你就会养成 无门无斗 就是你的感官 不是对外开放的 那感官不是对外开放的 外面越吵 你的专注力 就会越专注 养成这样的习惯 那外在世界 如果吵你呢 你才去动作反应 所谓的 一宅而寓于不得已 就是不得已 要动作 你才去动作反应 所以你平常的话 注意去收在内的 那有这样生活习惯的人 你可能也不是一个 办party的人 可能有别人邀请一下 今天时间还行 你参加 可是你真的会想 有好多的时间 都拿来让自己的心情体况 不断进步 因为这个游戏是很迷人的 那这样一种 所谓的神明 医治 把注意力收回来 在德冲福里面 曾经用财权 就一个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才华 对不起 这个才华 不是拉小提琴 也不是做菜 那是什么呢 那就是把人间世俗的烦忧 不可入于灵府 你不要让它 进到你的心上 不要让它在你的心停留 你越觉得不美好的事 请不要放到 你的生命最珍贵的地方 那就是你的心灵 所以就不要在意 不要把这件事摆在心上 那为什么呢 我想用德冲福这三个字 内保之 因为生命有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 你要好好保护它 它不只是你今生活着 一切创作 灵感 能力的根源 你能想象哪一个专业 不需要一个静定的心灵吗 我说的是真正的专业 好 所以在第三节非常重要 我们提出一个去保护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神灵 弱医治 等等 第四节 我去谈一个 当代我们很喜欢谈的负面情绪的问题 庄子用 不足以骨盒 那个调和不要混乱了 使之合遇 要让你的心安详 安和 通 而不失愉悦 你还是在跟外在世界沟通哦 可是你不会觉得不开心 所以我一旦遇到 我知道比较艰难的处境 我要嘛就少花一点时间 要嘛就是看淡 就这样还蛮自然的 这个乐也可以解释成充 就不要失去内心的充实 所以讲简单一点 庄子讲的德性 就是成和之修 就让你的心能维持调和的修养 让所有的悲哀 快乐 狂喜 负面情绪 不要到心里来 心像那个死灰 像那个已经燃烧掉的灰 不会再复燃了 庄子有时候调皮 用无情来说他 这无情不是冷血 不是薄情 而是不会因为太爱 或太讨厌 而伤心 而乱心 不断地想心的安和 生病也一样 再怎么病 你的心维持 闲闲无事的状态 我觉得我在17年前吧 得癌症的时候 在儿症病房 还在告诉自己 阴阳之气有力 其心闲而无事 那时候想要这样的句子 眼泪会落下来 觉得太努力了 太委屈了 都这么难过了 还要其心闲而无事 那时候还得勉强自己的 可是等到现在的我吧 又过了十几年了 我宁愿摔手 摔到一个月前吧 一块骨头裂成四块 然后一块 有一根骨头折了 一根骨头裂了 我当天晚上找一个 很好的推拿师 我的好朋友 黄医师 就把它弄直了 弄直了就变比较不痛啊 可是才我摔的第二天吧 我记得一个朋友 刚好事情碰到我 好 蔡老师 那时候我是有包裹的 看你手都这样 你看起来怎么 好像很开心 没受影响 我想 因为又过了十几年了 所以你真的比较容易 做到其心闲而无事 你越在意这样的内心的德 你对外在形体 我倒觉得手受伤很好 我手不受伤 没发现手这么细 你懂吧 手那么细 那不是很容易折断吗 然后你就不会随时 有个助力在自己身上 所以我觉得受伤 有受伤的好处 那什么样是最合适的情绪呢 是完全没有洗乱的吗 不是 好 我们就来看 在第四阶 刚刚讲 不足以骨合 外在世界的一切 不要让它乱了内心的平和 合育 春夏秋冬 人生四季 都能够在跟外在世界沟通 不是把自己锁起来哦 能够跟外在世界沟通的情况下 不失去这样的和乐 不失去内心这样的充实 外不当 不会因为你的遭遇 你的情绪 啪就泼出去了 为什么 因为你看得透啊 道家者流 盖出于史观啊 这么坏的人 难道只让你遇见吗 每个人都遇见 很公平的 古今中外都有 所以你具备了这样一种德性 能让自己的心维持平和 每天做 心如死灰的练习 就是 随时要去注意 有没有负面情绪 我到后来变成有点本能反应了 因为常在注意嘛 所以我常举个例子哦 做菜 嘿 锅铲掉到那一刹那 我发现我是在注意我的心的 就有没有因为锅铲掉而动心 没有 就很微笑 很开心地把锅铲捡起来 不会因为情爱的好物 而伤了自己的心 因为伤心又伤身 在中医看绝对是这样的 精神不静 病庇不治 精神内守 病安从来 没有那种情绪很搅扰 身体很健康的 不可能 反而你要练的是 你体内阴阳之气再怎么乱 你心更要闲适的像没事发生 这样气才能赶快恢复调和呀 你那么在意这个内在的德性 这个灵魂的生境 如果你觉得人生 生命是这样 庄子讲永恒的话 那你对这个形体 一方面经过修炼 越来越清零 所以你就忘了它 那一方面你也不那么执着了 因为它相较于永恒的心灵 它就是像你手捧着的一胚土 有一天你在端花盆的时候 掉了一胚土 你会特别伤心吗 那如果这样 为什么会因为是手 你就会觉得很难过呢 你反而因为这样 更能看透 人生必然有一天的得失哦 那你的情绪 我们刚刚说 维持什么样的状态 是最恰好的 庄子说呀 你对于四季会有不同的心情 特别喜欢吃冰的人 对夏天 希望好赶快来 特别喜欢吃火锅的人 那希望冬天不要走 但我不会因为你喜欢秋天 冬天来的时候 你就跟冬天说 我恨你 你别来 你不会 你对四季的情感 不是这么淡淡的吗 所以你真的遇到什么事情 你就想起 欺然似秋 轩然似淳 你就想起四季 这样一种情绪 绝对不会损伤一己的心事 你说为什么 因为你不会觉得这件事情 是那么的 绝对不能发生 因为学习庄子让我们知道 甚物自然 甚其自然 当然遇到逆境该怎么样 我们待会会说 各位如果你真的慢慢做到 越来越做得到 心如死灰 你最后对对方的 一个你过去可能会很怒的作为 你只是觉得 哎 好可惜 他怎么没有珍惜 自己新生的能源 你其他感到遗憾 而不是愤怒 你发现你的心 越来越没有火气 你在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候 你会看到枯极 所以你学庄子的人 你会因为学庄子 你在春天会看到冬天 你在冬天会看到春天 可是会因为这样 你会更疼惜 你当下的春天跟通天 你看万物都觉得很可爱 看众生 都越来越觉得可怜 可厌之人 越来越少 或者没有 这天地之间啊 可爱可怜之外 再无其他 自然就不容易有火气 能够想静定就能静定 静定的时候多 又没有火气 还能怎么进步呢 那就少岁月的累积啦 凭着水亭之圣言 当你越来越没有火气 那表示你的包容量 你的容量 你的气量越来越大了 而大到像 很大量的水 那个水平面 那是很值得效法的 这样的心灵 是很值得效法的 庄子说 凭着水亭之设 其可以违法也 这样的德性 是值得效法的 而它是怎么来的呢 是不断不断地 成物以犹新 庄子说 外物不可避 外在的事情 没有非怎么样不可的 如果你觉得 非怎么样不可 那你太傲慢 也太天真了 所以慢慢 你在外面遇到人事物 你的心能驾驭 就以前你会愤怒 现在觉得这很自然 这还好啊 那你的心的感觉 就像在游玩 我学生 有天在学校遇到我 汉老师 日证当中 你打拳啊 我说对 一方面下链三幅 一方面 我要打完才走 他们听不懂了 一趟太极拳又没很长 什么叫打完才走呢 后来有一天 他们问我 我就回答 我说当我心里面 想起某个人 还会觉得 这个人真可恶啊 我就会继续打 打到我想起 任何人都觉得 嗯 其实也没什么 我就会回家 所以你每次 结束你的练功的时候 你的心都是非常平和乐 诚悟以由心 脱不得已养中 我印象最深的是 我有一天 准备好一切 要去学校打拳 我到了最后湖边 我的天啊 旁边的小礼堂 重金属 就那种啊 那种声音非常大 我那常常想 我今天是不是来错了 但都来了嘛 我就决定开始打拳 我就发现很神奇 因为它太吵了 所以我要更专注 所以我那天发现 我大概打半小时 就达到我平常 打两三小时 才能有儿气感 我觉得好珍贵 诚悟以由心 脱不得已养中 你就是在各种机缘 你的心都能包容得住 水亭之胜 但我没有把它当成最高一阶 我以前不懂 为什么庄子要在 大宗师跟印第王 这样的篇章 给我们讲 给我们讲这么多的 当你遇到一棵 既不能做家具 也不能制作成船 什么都没用 一无是处的树 或者你遇见一件 很倒霉的事 神人觉得 他会以 就是凭借这个 你觉得很倒霉的处境 他觉得 是非常吉利的 什么意思呢 在人间事里有这样一段 他古代祭祀 要用牛支 可是这个牛 如果白色额头 那绝对不能拿来祭神 这牛太逊了 那如果 要拿来献祭的猪 如果朝天比 那同样也不行 当然祭神的时候 如果你本来要 被投到河里 祭和神 因为你痔疮 你就被除名了 所以本来 白额头的牛 朝天比的猪 有痔疮的人 是这么不入流的 可是在这个时候 就变成最吉利的一件事了 因为你保有你的生命 但这在告诉我们什么 我觉得到 大宗师印帝王 就讲得更明白了 什么意思呢 我们一开始说 如果这是个电玩 这是个游戏 你把心灵当成 此生的置业 那么在生活或工作中的 任何逆境跟不顺 都可以让你强化心力 拓宽心地 它都是很棒的炼金石 我们都说 那个人是温室的花朵 他经不起任何的 艰难跟风雨 那心也一样 如果你就是每天被捧着 哄着 长大的人 你可能承受一些 负面情绪啊 或什么 你的能力就不行 可是你一旦遇到 很多很多的逆境 然后你的心 从觉得很难过 很难过 都后来觉得 人生真的是要这样 才好玩 那么以前那些不祥的 际遇 就变成很吉祥的 际遇咯 所以我们会看到 庄子在大宗师的道可德学这个段落 很重要的一句话 因您也者 因而后成也 各位 什么样的人 容易达到安宁 就是你的心 够乱 够千疮百孔 够比悲伤 还要悲伤的人 因为你知道 那个搅扰的痛苦 所以你才会 下定决心 追求安宁 培养一个 心灵安宁的习惯 也是在大宗师 临雨时日 你有这样的朋友吗 在下雨的日子 你会想起他来 想起 平病交迫的他 而这个平病交迫的人 最后追究 自己为什么会 平病交迫如此 他最后归咎一个字 命也服 这是庄子的论述 各位我们都知道 重训事理 如果没有往上加的杠片 我们的体力无法进步 所以我们遇到每个逆境 都要看出生命可能的斩获 我们要让我们生命 遇到每一场大雨 对提升心理有注意 心理学家告诉我们 这件事情的疾胸祸福 不是被事件本身决定的 事件本身只决定了 疾胸祸福的百分之十 有百分之九十 居然居然都是被 我们的想法决定的 好 这场大雨是什么 我自己得爱症的时候 有一个看护说 个人造业 个人丹 我一听 那我今天得爱症 那是我造的业 是我该得的恶报 过两天我的看护换了一个基督徒 我们认识寒宣之后 他就告诉我 蔡老师 我们基督教很多的圣者 也都是经历很多疾病灾恶 原来我有可能是圣者 不是一个得恶报之人 有些人晚上我睡觉的时候 我就想 孟子说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员 所以一个逆境一场雨 你可以当作是 你要成为凤凰所必经 我永远记得在我生病的岁月 有一个我的同事 给我写一张卡片 他说 等待你如浴火归来的凤凰 我那时候真的还没有想到 我那一天 现在回头看那句话 是有很深的感触 因为经历这样一场劫难的你 当然你原先不同 心的荣寿力也不同 可庄子怎么说呢 庄子说这是命啊 而这些命的意义是什么呢 是你能借它来 千锤百炼你的心啊 所以这是很难得的机缘 你可以选择在这样的贫病苦痛当中 不要贫穷心智 不要伤痛心情 不要病苦自己的心 你才没有辜负你遇见 灵与时日的机缘哦 大宗时又提出另一个词汇 炉锤之间 他说好多生命的改变 那种大跃进 大翻转 都是在炉火的高温 铁锤的反复击打之间成就的 我觉得我人生的第一场 炉锤事件 应该就是我进 癌症第三期的病房 那时候我一个书法家好朋友 把我之前跟他讨要的一幅字 他当初不给我 也很心爱 后来以为我快死了 就把话送给我了 而他包装在外面那句话 就是庄子的名言 知人也 你知道达到真人的境界 勿默之商 大记击天而不腻 大汗金石流 土山椒而不热 再大的水淹不死你 再大的干旱也热不了你 当然这是一个形容 形容你遇到非常艰难的环境 你还能撑得住 各位为什么 摆在心灵境界的最高阶 因为如果你要很大的翻转 你必须遇到很大的艰难 人绝对是能累积经验的动物 跌倒了 就是学会爬起来的机会 你爬起来之后 会比原来更谨小甚微 所以站得更端正拔高 走得更好 所以最后庄子告诉我们 你就能够把天地当成一个大熔炉 把自然造化当成一个大铁匠 你不会像那块铁 跳出来说 我一定要成为孟爷宝剑 你就是腰铁啊 那为什么有众多的家长 只有我孩子非读台大医科不可呢 为什么谁会觉得 我这个人我要定了 我非君莫取 非亲莫驾呢 其实都是一种执着啊 所以最后 如果你想要你的心灵 有更大的进步 你一定要充分利用 生命中 这些叫你忍无可忍的事 以上六个心灵的历程 可以帮我们走到 一开始我们都渴望拥有的 心生境界 那庄子在完结篇的地方 有告诉我们 生命中有一种进步 要用减法来完成 重点是 你这个目标是外物还是自己 我们看到庄子笔下的言回 不断跟庄子笔下的孔子说 老师我又进步了 又进步了 又进步了 他的进步到底是什么 居然是忘记 居然是淡然 居然是不执着 言回说老师 我不执着礼乐了 我不执着仁义了 我连身体都不执着了 那我们在这个时代 我们是不是可以 不执着疫情 但是增强免疫力 是不是可以不执着房车 不执着家庭关系众人耳目 而更执着我们核心的心灵体框 当然我们活着需要跟外在世界交接 但这个外在世界应该都是为了追求新生富足而存在 不是折损新神而存在 所以我说太多同温层有太多的应该 应该固然好 不应成自残 那你一旦能够慢慢的对于很在意的事 变得不在意了 你就容易心理安静了 所有的艰难就像一阵雨声 你的心能够维持心灵的进程 由心的进程追求的 你的身能够走在养身的阶梯上 其他的外物呢 你觉得都行 所以你就不会觉得什么是非怎么样不可 不会觉得什么事情 如果不怎么样不行 你会更能容受一切外在的世界 所以最后 当我们能够把命为人生的游戏规则 用心灵的静定与否来决定成败 我们这样去看人生的话 我们看身体坠落的时候 心情是不是可以稳住 世界崩坏的时候 心神是不是可以完好如初 各位在这场演讲的尾声 如果你能这样观察自己和生活 以这个为生活最重要的守则 养成这样的生活习惯 你就能学会在挫折中飞翔 在逆境中旅行 只有你的心跟山 能够在疫情期间 外在世界停摆 你仍然不停摆 外在世界 这个没办法进步 你的心情体况仍然进步 我想这是庄子教我们最重要的功夫 当然你可以不理会这一场演讲的所有内容 你继续让你的心 战争着 疲累着 好像泻腻了一样 最后 你仍还活着 你的心 好像走向死亡 你也可以让你的心 就在时间之流里 从很多事情不能融受 变得很能体谅包容 从很纠结 闹情绪 钻扭脚尖 病人事情过得很快 复原很快 乐观开朗 走上庄子给我们的解体 你最后会发现 这个滚滚红尘里面 没有你要定的人事物 只有你要定的心灵跟心情 因为就算失去人间式的一切 你的心神灵魂也永远不会失去 那我想以上就是庄子这门学问给我们的 而庄子的文字会像北极星象南枝十字星一样 让你行走的眸中总有光 如何在喧嚣尘世里淡定心神 学会从传世经典中复制幸福 不会因为世界停摆 你就停摆 不会因为环境恶劣 你就恶劣 由心学爱爱养此生 在最艰难的处境中 你的心 你的身体 你的专业 你的情感 仍然持续前行 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儿了 那将来要记住 正面 出于 在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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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